各位看这张照片 暴露了周杰伦的心情 只因台上的蔡徐坤 仅用一首英文歌 就获得了华语金曲奖 无独有偶 2021年 52岁的周传雄 在一档歌唱节目中 竟被22岁的新生 带歌手孟美琪 翘着二郎腿淘汰 55岁的周华健 被台下嘉宾贬低的一文不值 孙燕姿被饭圈女孩 称为冷门歌手 甚至还有专门的音乐综艺节目 让张韶涵 凤凰传奇等一众实力歌手 站在台下被网红们评头论足 张信哲在节目中 曾被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搜索过气歌手的时候 他的相关链接里面 就会出现张信哲 难道他们真的已经过气了吗 当网上有人质疑周杰伦的影响力时 无数低调的夕阳红粉丝 纷纷站了出来 开始联合起来一起为周杰伦打榜 甚至娱乐圈中的明星 都亲自下场为偶像宣传 短短几天 蔡徐坤就已经从榜首跌落 周杰伦成为了榜一 周传雄被淘汰后 一度开始怀疑自己 在演唱会上 他对着台下的粉丝 说出了自己的迷茫 还没等他说完 台下粉丝的呼喊声 就已经盖过了他的声音 时隔十七年 他的演唱会依旧坐无虚席 他仅仅一个抬手 就能引起台下万人合唱 孙燕姿在知道自己是冷门歌手后 只是淡定地自嘲道 冷门歌手谢谢大家 随后他用一场线上演唱会狠狠打脸的对方 开播几一个小时 观看人数就破了两亿多 这么高的人气 能与之媲美的只有刘德华 看到这些网红和小鲜肉被纷纷打脸 歌手的粉丝们只是淡淡地表示 我们只是老乱而不是死了 当我们回顾当年华语乐坛 神仙打架的那个年代 就会知道为何这些歌手过了二十年 甚至是三十年 咱们莫尽 我刘德华 如果 happen